经过多方的努力,上海复兴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第一批复必泰疫苗于今年9月顺利抵台 那么9月22日复必泰疫苗在台湾正式开始接种 截至目前已经实现共计14批到货约1240万剂 12月底第15批次也将抵台一共是93万剂 届时本年度内我们合计运抵岛内这个疫苗是1333万剂 岛内疫情发生以来,大陆方面及时启动两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通报机制 自2020年的1月3日到今天 通过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联系渠道 向台湾的疾控部门通报大陆疫情信息累计达324次 分享新冠肺炎防治技术资料16次55分 同意台湾地区卫生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性会议20次 同时对于在大陆居住的台湾同胞接种疫苗也做出了有序安排 截止到今年的12月15日 已经有17.7万名在大陆的台胞接种了疫苗 累计接种约35万的计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